四年 相似以后然后比较互补 角色上比较互补 如果她要求的话 我可能会跟她聊聊 她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想要这样做 相互尊重 彼此相互支持 每天我们能够再抽出 30分钟的时间谈恋爱 眼睛 眼睛 对别人和对我是有比较明确的差异的 我觉得是每个月都要抽个两次 要去大家要去见一见吧至少 单独 不能只是哥们 那还干嘛 那还谈什么恋爱就是我只是哥们 就是我觉得是 两个人之间有朋友的感觉 有哥们的感觉 然后又有就是这种伴侣之间的感觉 就是都可以有不同的相处方式 一定要还是要有爱情的部分 自我 偶像剧情叠 我脑子里面冒出来的一个 男主壁咚女主 好土 我可能就会问你要干嘛之类的 但是我可能不敢指示他 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 当然啊 我觉得跟我谈恋爱会很好玩 那就可能我会先跟我的另一半去 找机会去做一个沟通 接下来再去用行动上去做出一些调整 如果我们俩沟通好了 你还是在做欺骗的话 那就不可以了 我可能会先了解好沟通好 那其他的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商量 就穿着自己的高中时候的校服 就是那种学生时代的状态 然后出去 比如说喝奶茶啊 然后或者去逛那些什么文具店啊 然后两个人还要 还要有时候 有一些那种自己的剧情设定 然后这种 我觉得这种互动应该蛮有意思的 我可能就是会观察他一天 就是陪他一起去体验一些女生的一些事情 不会 会 有一点 他们可能会八卦我吧 就是 有 好像是有的 当然有啊 就拿个水 然后准备出去去干点什么 其实余光还是会漂一下 但是就是假装 假装走过 没想清楚 就是还没想清楚 当然有啊 不一定是分享日常 就每天两个人一定要抽出一点时间 两个人一起去 做点其他的事也好 或者是就是 坐在这里什么也不做也好 两个人就是坐在这充电 一定每天要有这个时间 在这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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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充电